膝蓋不好怎么办 得癌症不好怎么办 躺在医院往生不了怎么办 我告诉你 我们有一个老和尚 得癌症 血癌很痛苦 怎么办 那时候我就问这位缅甸老法师 哎呀我们老和尚得血癌啊 有点痛苦 脊椎也痛苦啊 医生说会很痛苦怎么办 他跟我说什么 来念一下 礼拜三 佛前供一碗面 这样就OK 真的咧 我们就回来赶快快快 大家都供面 不要礼拜三天天供 因为老和尚不能痛 供面那天开始 老和尚到往生没有痛 佛前一碗面 所以各位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这一点 这本写的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你的女儿去北京读书 去国外读书 你妈妈不放心 长得漂亮性感 哎呦被欺负怎么办 那很简单 买一件女人漂亮的衣服 最好你女儿亲自买 供养在观音菩萨面前 然后再把这个衣服 送给贫穷人 你女儿的身体 永远不会被男人欺负 这方法很简单 还有一个各位要记哦 这里面都有写 你的爸爸最近身体不好 一直生病 什么方法最快 把你爸爸的衣服 洗干净 送给其他的老人院的衣服穿 他穿了以后这个老人舒服 所以你爸爸的身体就舒服 这就是缅甸佛教 按照因果跟佛的力量改变命运 这非常简单 再注意听哦 你怕你的老公 有外遇跟别的女人睡觉 怎么办 我讲的这个都是 很重要的问题 他们就问了 缅甸老儿上眼睛一开 说什么 送枕头给出家人睡 你老公就不会跟别的女人睡 有没有道理 非常符合道理 有一位菩萨说 腰酸背痛 打针吃药都没用 老上也是说 送枕头给出家人睡 出家人一睡好睡 你就不会腰酸背痛 这叫三宝利加持 这里面很简单 不花半毛钱 很简单 所以如何帮被关在监狱的人 提早出狱 送他的旧鞋子 送给别人穿 他就提早出来了 就很简单 那你家里老人家死了 他就发觉好像他没有超度 平常在家里闻到他的味道 怎么办 赶快把他老人家穿的衣服 全部把他送掉 送掉 或是烧掉都没关系 他就不会回来了 这就是缅甸一千多年来 不变的佛法的文化 非常管用 你希望 你希望你老公生意更好 不漏财 共相交在佛前 你经常头痛 共爷子在佛前 你经常膝盖痠痛 很简单 用一块布 晒太阳 那个热热的力量 放在你膝盖阴湿的地方 痛的地方 放下去 那个阴气就不见了 再抹上麻油 或蜂蜜 就不会痛 回去试试看 太阳的力量怎么重要 所以医生讲的也没错啊 这个钙流失啊 关节炎就是没晒太阳 多晒太阳就不会 就不用吃钙片 对不对 所以直接 所以缅甸佛教我一直研究 哎呦 这个还有道理的 所以我 我这些写出来的 都是已经得到证明的 讲的都不是问题 真正有人生这个病 有这个困难 去找老和尚 老和尚跟他讲 然后我就 等了一段时间 他说啊 真的有用 我才把它写出来 这是不是宝贝啊 太重要 太重要 所以明天 各位女生 赶快送枕头来 保证不腰酸被痛 老公没怀疑 还有啊 老人家躺在老人院 两年都不往生 很痛苦 怎么办 为了帮植物人 拖很久了 那你要供养糯米饭 供在佛前 那他就可以提早舍保 你会说太简单了吧 你试试看就知道 所以缅甸佛教也传流了 这些这么好的方法 那忧郁症怎么办 你开始觉得你有忧郁症呢 比较轻微的 在佛前供水 这个水供完拿下来 吸三下 然后把这个水洗洗自己的脸 那忧郁症就会减低 还有请注意听哦 你去医院啊 殡仪馆 去某个地方回来 好像觉得被鬼冲到 不是生病 突然身体没力 突然感冒 好像被鬼冲到 什么犯最快的 用清净的水 或是供佛的水都可以 马上吸鼻子呛一下 然后那个众生就跑掉了 在鼻子吸一下 咖啥呛一下 然后就跑掉了 你如果你不管这个事情 三天以后你就发烧 躺下来 侵入你身体 你就完了 那这一本里面啊 总共有一两百条 很重要的 那希望大家都学习 好不好 为什么 那你要一直练习 以后各种状况 你马上就 就会背出来 马上就帮助 对吗 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人嘛 这家公司快倒了 怎么办 让公司发财 我这个要学 老婆上说 用 稻米的壳 里面没有米的壳 用玻璃瓶装好 一瓶满满的 塞在公司的柜子里面 它就会慢慢发财 如果要快一点 门口又塞两个镜子 就是 在公司的门口放两个镜子 朝外 那这样 里面内部没问题 可以招财 还要更快一点 老婆上说 那你就挂一个金帆 两面镜子的上面 又可以挂这个金帆 所以各位这种金帆 各位可以请啊 五个颜色一排 就挂在公司的门口 飘啊飘啊飘啊 就叫招财翻 这个就是佛法 你不能说 老和尚管人家发财干嘛 他发财了 他平静了 努力学佛啊 所以缅甸佛教有这些 很好的传承 得胃癌怎么办 得癌症怎么办 如何减低癌症 来注意听哦 如果你不要有癌症 那这个我等一下 拜托我们果正法师 用白色的布 纯白的干净的布 折好 好像是一个白布啊 折四遍 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最好旁边写下 你的名字 塞在佛像下面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拿出来 这样不容易得癌症 癌症消除 哇这下我们果正法师忙了 要准备那个佛像 玻璃线的搬起来 大家塞满 然后一个月再换一次 因为 缅甸佛教真的有这个传承 出家人 因为缅甸都是小和尚 为了防止还俗 也要用这个方法 那折的方法不一样 纯白的布 对折在中间啊 中间这样 放在佛像下 佛像放在上面 这个小和尚不会还俗 这个叫佛力跟法力 因为我用布来垫佛的底 那这些他们都是有传承的 整个缅甸都知道怎么做 你希望妈妈很健康 那 供红色深色的花供在佛前 妈妈健康 你希望你的祖先早一点超度 明天拿过来啊 一两盆 带土的花或是兰花 可以放一个月的 两盆供在佛前 那往生的祖先容易超度 再加上台湾人很厉害 台湾人供完以后 马上拔杯啊 我昨天有送给果正法师一对 下回请他做多一点 每人送一对 马上问我这个供完以后 一放 诶 祖先超度了 佛的力量 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 有这么多 我们通通要学 你不能说 我只喜欢念 这个我不学 这个不是我们汉传佛教 这个不是我们藏传佛教 这个不是我们南传佛教 那你这个叫法治吧 太固执了 利益众生的方法 通通要学 所以来 一心鼎礼 缅甸佛教 我想 各地方的佛教 都一样 所以我十二月初 还要去泰国参访 西松 一月初 在缅甸 要参访十五天 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给他学回来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依什么 什么时候 帮助什么 那这个非常好 所以 那各位 你看了就会 那你就去做就好了 好不好 没有了再讲一下 但是各位 你如果用过了 觉得 真的很有感应 赶快告诉别人好不好 登报纸告诉别人 有言你就用 透过网络 告诉别人 所以 还有一个 有一对年轻的 一个小女生 问老婆上 我男朋友经常跟我吵架 我很爱她 她跟我吵架怎么办 那老婆上说 很简单 礼拜三 白色的糖 供在福前 两个就不会吵架 给佛吃糖嘛 嘴巴甜嘛 所以用白糖供佛不吵架 那如果 别人是故意吵架 骂你的 你不希望他骂你 那你要用加糖的水 撒在外面 给孤魂野鬼 然后家里就没有口舌自宅 还有你希望你这个家庭 大家都不吵架 又发财 老婆上说 种一颗甘蔗在家里 多加水 加水代表发财 甘蔗代表不吵架 这很简单吧 所以我想 那各位你 你这边不能种甘蔗 那你就委托我 我帮你种在台湾就好了 热的地方 头痛 中风 要开刀 怕头开刀 头痛 种两颗椰子在寺庙 椰子嘛 头硬嘛 种椰子在寺庙 头不会痛 那你说 北方不好种 那你委托我 或是我们战日法师 在马来西亚护生园 你要种一百颗 随便你种 种给人家 希望大家不要头痛 所以 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是佛法 你不能说 这是南传佛教 这不是我们中国佛教 不能这么说 这样说就是固执了 就是一种法质 不好 所以 重不重要 各位要看 好 快念完了 所以顺便 因为讲到钥匙法门 大家要了解 所以 印好了 勉腆穿动佛教文化 我们现在还翻成英文 也正在翻成韩文 翻成世界的语言 推出去 有缘的 反正这 也没什么迷信 也没什么花钱 你就做做看就知道了 就能够改变 但是我还在收集问题 因为 只要有人 我都带他们去问老和尚 真实的问题 老和尚 讲出来的 按照缅甸佛教 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会收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也希望 每个人都真实上品上身 而且这一辈子一点都不浪费的 累积功德 达到最高的实地菩萨 实地菩萨就 就准备做佛了 实地菩萨再上去就是弥勒菩萨 叫补处菩萨 所以希望各位要精进 你说这很难修耶 不会啊 观音菩萨在阴地 听了清静诸如来 念大悲众 哇 他发起菩提心 从出地到八地 顿超八地 所以我想你真实发菩提心 愿意去承担 虽然我们能力有限 但是各位心力无限 经过医院 祈愿所有医院 真心的祈愿 愿他们早脱离病苦 这个最重要 早上睡醒 看到太阳要拍什么 拍天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太阳菩萨 枯照大地 大家发财 你真的相信了 那个地方就OK了 所以各位 对天对地对海 我们都祈愿 看到大海 那么宝季如来 所有海上船只 无有灾难 所有海内众生 安享天年 将来离苦升天 那么宝季如来 你要这样祈愿 那真实这样祈愿 所以各位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每天不管你在哪里修行 最后来 以此功德 回向大药王室 普渡殿内外 有情众生 往生净土 好不好 拜托一点点功德啊 你要把自己走到哪里 那个地方都成为你的责任区 永远不要忘了他 我想你生十个儿子 你会每个都看得很紧的 那做一个菩萨 你每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成为你的慈悲的责任区 所以你所做的功德 要一直回向大药王室的每一尊佛菩萨 因为人家来大药王室 一拜佛菩萨 都得到你的功德 所以愿于所修诸功德 西街供养三宝尊 全世界的佛像 佛塔 佛经都有你的功德 因为你在家里念阿弥陀佛 放生点灯 都融入在所有世界的三宝的形象上面 也供养了诸佛菩萨 然后所以你在这边放生 虽然你先生很讨厌放生 但是你先生很喜欢拜观音菩萨 但是你放完生的功德 供养三宝尊 所以你先生在拜观音菩萨 就得到你放生的功德 这样了解吗 因为我们要 要对所有菩萨供养 也对所有灾难 升起慈悲心 所以愿大家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要追求上品上升 好不好 那上品上升就要这样发愿 随喜功德精进 希望这辈子自己 长寿无病开智慧 所以大家真心的 发愿 也带着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一起发愿 来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涂法师红法行程 12月23号星期六 至1月1号星期一 马来西亚红法行程 12月29号星期五 上午11点 马来西亚九栋老人院 老人院派红包 即简短开市 下午4点 霹雳观音洞 放声 火供 点灯 与要供法会 12月30号星期六 上午10点 马来西亚 曼荣静宗学会礼堂 佛法开市 即慈悲师时超度法会 及码头放声 12月31号星期日 念贤节千佛 持斩储罪一千节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涂法师生命基金会 岁末祈福超度大法会 1月1号星期一 念阿弥陀佛 持斩储罪两百节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涂生命基金会 极乐净土上供下施大法会 1月4号星期四 至1月5号星期五 澳门红法行程 1月4号星期四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斩储罪九十节 观世音菩萨书圣功德日 摔起余恶行程一百万倍 上午八点半 澳门第好酒店会议厅四楼 八观灾界法会 1月5号星期五 日光菩萨圣诞 九连菩萨圣诞 上午十点 澳门路环码头放生 1月6号星期六 至1月9号星期二 香港红法行程 1月6号星期六 上午十点 香港 香港友谈委 恐平 广澳门红队上卒为真善录 点灯 六拱 祭慈悲诗时法会 1月7号星期日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山西与恶行成一亿倍 上午九点半至下午两点半 香港北角养子金码头海上放生 1月9号星期二 念儒舍纳佛大师至菩萨 此诈处岁一千节 章心大地圣诞 下午两点半 香港北角陈树曲大礼堂 慈悲与智慧心灵讲座 1月11号星期四 莲花生大事书圣功德日 山西与恶行成十万倍 晚上七点 新店大名讲堂活学讲座 联络电话02-2917-8855 1月12号星期五 上午十点 基隆宝王寺 恭送定葬金 祭此碑超度法会 点了电话02-2423-9448 1月13号星期六 董公真仙圣诞 上午八点半 板桥碑院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点了电话02-2951-0355 1月14号星期日 念阿弥陀佛 持杀处罪九十节 上午八点半 板桥碑院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点了电话02-2951-0355 1月15号星期一 炼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持材处罪七千节 上午十点 板桥碑院讲堂 百度母长寿法会 点了电话02-2951-0355 1月16号星期二 念释迦摩尼佛 持材处罪八千节 释迦摩尼佛书圣功得志 善喜与恶行成九亿倍 上午八点半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八观灾界 护生 共万灯 共万水 祭甘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